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杰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方指出 创新一直是中华民族性格里的重要部分 中华民族一直有创新 最初的农耕社会 现在的新社会 新的经济发展 都是在创新中进行的 在最初的创新当中 你看我国的四大发明 这就是创新 科技创新 除了科技创新以外 我们有文化创新 制度创新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成就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 自1986年复籍美国 张杰教授频频往来与中美 进行国际学术文化交流 并曾担任过华人联谊会的会长 据他观察 海外华人近年来 十分具有创新精神 我做过华人联谊会的会长 做过几年 现在仍然是华人联谊会的一个顾问 经常参加一些当地的一些华人活动 我到了美国快40年的时间了 据我的经验 华人在这些年当中 应该是有很多的创新的精神 华人在科技公司当中 他确实是有创新的精神 确实有创造力 像Uber 像Facebook 像Amazon 这里面有很多华人的贡献在里面 张杰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医学 和精神卫生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并致力于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领域研究 在此前 在对中国各地的走访调研中 一项创新性的地方举措 令他印象深刻 在全世界的自杀率上涨的情况下 中国的自杀率在急剧下降 这是中国对全球的精神卫生的重大贡献 主要是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展 而且思想自由开放 时间前我到郑定 河北郑定去调研 我去了以后发现一个很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个举措 就是说当地的妇联组织这村里的留守的妇女 做很多活动 组织大家在一起学习 在一起唱歌跳舞 给他进行一些精神健康的知识普及 那在西方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中国自上而下就有这个组织系统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他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而且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好 张杰曾基于中国文化思维特点 吸收西方社会学理论史而提出社会参照论 在他看来 东西方在某些认识上的对立 包括对于创新精神的认识差异 关键是参照不一样 解决这一问题 文化交流至关重要 社会参照论说的是我们任何一个认识 都建议在参照的基础上 两个人如果意见不合的话 是由于他们对同样一件事物的参照不同 西方的话语权有他自己的参照 西方认为中国落后 中国没有原创 所以要沟通吗 中西方文化一定要沟通 一定要互相了解对方的参照是什么 只有把对方的参照说好了以后 那才能解决矛盾 我们在美国跟我的同事聊天 或者是讲课的时候 我们都是尽量的做这种工作 把他们不知道的中国的事情要告诉他 要改变他的参照 中国是哪来的 中国从哪来 过去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现在经济飞速发展是怎么来的 一定要给他们介绍 你不介绍他不了解 所以我们认为文化 解决文化冲突必须要走动 必须要互相理解